我想问一下你心目当中的完美情人是什么样 高大 帅气 有自己的事业 谁有 他们俩谁有 都有 谁好一点 杨阳 你确定她是单身吗 确定 那如果她有女友呢 她没有女朋友 我问她了 我亲口问她的 对 去吧 我问一下你啊 如果杨阳今天不来 你怎么办 她因为我而变成现在这样 因为我的一句话变成这样 问题就出在这儿 凭什么你说你能你就能 你说你不能你就不能 你来你就来 你不来你就不来呢 她今天就不来 你怎么样 她一定会来 如果她来了说她不爱你呢 不会 不会是吧 还是不会 我想象不到 哎呀 一个人要是太过自信就死到临头了 如果她真的那样 那 那她爱谁啊 如果杨阳和袁庆都来了 杨阳说 杨阳他怎么可能来 我也没有告诉她我要过来呀 这个门很神奇的 总有人会经常主动找到我们 懂吧 你别开玩笑了 再加上他们俩又是朋友 如果杨阳和杨阳都来了 杨阳说 虽然你激励了她 有她今天的成就 但是呢 她已经有女朋友了 而袁庆说 她还愿意原谅你 继续跟你在一起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首先这事情不可能发生 因为我之前我亲口向杨阳证实过 我问她你有没有女朋友 杨阳她亲口告诉我 她摇着头告诉我没有 我只是跟你猜测一下 好吧 来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警案件 五 四 三 二 一 警案件 你来干嘛 老长来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一下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袁庆 久违了 久违了 给我个手 我个手 我刚才一直为了你在这 哎呀 这喉咙都哑了 现在算是杨阳的男朋友吧 你是谁男朋友 你是说你是她的男朋友 算是吧 为什么叫算是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你把话说明白好吗 她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 凭什么呀 我们俩已经分手了 她说分手呗 为什么你说还是 因为我不想跟她分手 我还想她留在我身边 你不想分手就可以 就可以就可以不分吗 我们现在说明白了好不好 我现在不好奇这个 我好奇中间这位女孩子是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竹子 我是杨阳的女朋友 谁的女朋友 我是杨阳的女朋友 杨阳的女朋友 对 不觉得很可笑吗 你什么意思呀 她真的是杨阳的女朋友 我跟大家讲 她之前就有 就有跟我说杨 跟我打电话说杨阳有女朋友 但是被我骂了一遍 她就不非是想跟我在一块吗 都是真的 她真的是杨阳的女朋友 我真的是杨阳的女朋友 不是你能不能冷静一下 我今天 我现在很冷静好不好 是你自己不信 我在里面是和你说过吧 杨阳她不爱你 你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她已经有女朋友了 她怎么会不爱我 她爱你吗 你知道吗 杨阳亲口告诉过我 她没有女朋友 她亲口跟我说的 你知道吗 就在上次吃饭的时候 她跟我说的 我觉得很可笑 你们来这个舞台干嘛 我问一下啊 我问一下啊 袁庆 你干嘛带着杨阳的女朋友来 因为我私底下和亚兰说过 我说杨阳她已经有女朋友了 可是亚兰不信 她非要来这儿 我没办法 就把她带来了 我今天来 其实主要目的就是 我不想亚兰再这么执迷不悟 这么自己 谁执迷不悟呀 我觉得袁庆 她是真的爱亚兰 她拜托我过来 帮亚兰跟亚兰说一下 就是证明一下 我跟你没可能了 你还要我再说多少遍 我跟你没可能了 你们真的不可能在一起了 为什么不可能在一起 她爱的是我 你怎么就知道 她爱你呢 她爱你找女朋友吗 她跟我说 亲口跟我说 她没有女朋友的好吗 你觉得她会骗我 她为什么要骗我啊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杨阳一会上来了 直接把她领走 或者直接拒绝你 你怎么办 你不觉得丢人吗 不可能 你说你是杨阳的女朋友 对 何以为证 我来到新厂 我问了她来 我就是证明 杨阳知道你来吗 杨阳她肯定知道我来 她今天陪我一起过来的 杨阳也来了 嗯 她来了 那我问一下 你还要坚持要杨阳上来吗 对 如果杨阳上来了 真的如他们所料 那你真的很难收场 不可能 你以为 胡老师 你不了解她 原浅 你为什么一直这么 执迷不悟呢 是谁执迷不悟啊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看到来了会怎么说 你看到是把她牵走 还是把你牵走 这个男人是真的爱亚兰的 他到这会儿来 还在为她当过 待会儿会不会 没面子考虑啊 为什么所有人 不敢相信我 不不不不不 我们一直在 试图为你考虑 杨阳告诉我 他没有你朋友 那就让杨阳来说嘛 他告诉我 他一切都是为了我才这样